今天我来到了柳州海极星市场 寻找习近平总书记 青年鹤池里提到的那些 各行各业里平凡的中国人 听他们试说那些不凡的中国故事 现在是凌晨 这里灯火通明 有很多农产品在这里交易 这里也是柳州市民的菜篮子 要说柳州哪个工作系最早 那就是农贸市场里的这些工作者了 姐姐你好 今天我作为记者可以采访你几个问题吗 可以的 2023年你有做过什么超厉害的事 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非常开心 我很愿意分享 2023年呢 我们做过很多很多特别厉害的事情 我觉得我2023年最厉害的事情 就是我一个人养活了三个档口 还养活了我的团队 在最困难的时候 没有让我的工人失业 还赚到了钱 还给我的客户提供了价格低 质量好的货源 这就是我2023年最牛的事情 其实这个产业呢 也不是说我创业是从我妈妈他们做下来的 那老一辈的创业了我们年轻的就接着来做 我们做这个也有十几二十年了 在柳州市的海鲜海下批发行业的话 也算是翘楚吧 我2023年我觉得我做的比较厉害的事就是 帮我妈妈帮我门口的菜地给她全部整平了 弄得很漂亮 我妈以前是种菜出生的嘛 她也很喜欢种菜 我能给她弄了一块菜地的话 她开心了 我也觉得我很开心 很高兴 2024年我的愿望是 能够继续当好中老文化交流的使者 让更多老沃人了解中国 也让更多中国人了解老沃 我叫宋维隆 祝大家新年快乐 卡布教师Solocon 师敬宋维隆 宋维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